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的影片很特別 特別到我也都有點不知道該怎麼開場 總之我收到了來自餅乾的邀請 他辦了一個活動找來了包括我 總共九位動森頻道主來比賽佈置房間 但是這個佈置房間是有很可怕的規定的 我們九個人都必須指定兩種傢俱 第一種就是覺得這個傢俱超級百搭超好用的天使傢俱 第二種就是覺得這個傢俱怎麼放都很難用的惡魔傢俱 決定好之後餅乾會用抽籤的方式來抽大家所指定的傢俱 除了自己指定的傢俱外 大家會抽到四個天使傢俱以及四個惡魔傢俱 我們必須在房子的大廳也就是有四扇門的空間 把抽到的傢俱全部應用在這裡面 你們看這是不是互相傷害的單元 這次參加的頻道主除了我之外 活動主角是餅乾 另外還有娛樂 安妮胖丁 番茄 嘎蛋林村民 青Cloud 還有Googie Curlsy則是分成咕咕姐與咕咕妹兩個人參加喔 而我指定的天使傢俱是圓木沙發 除了本人很好看之外還可以用我的設計來改造型喔 我根本人超好的對吧 那我指定的惡魔傢俱是Toy桌 老觀眾應該知道我的第一版頻道圖就有放一張Toy桌在畫面裡 而以前我在做借看一下這個單元時我所使用的也是Toy桌喔 Toy桌我真的覺得超可愛的 可是它真的很能搭配喔 基於太想看看其他頻道主要怎麼把它用好看的心情喔 我的惡魔傢俱就指定了Toy桌 接著我來公布一下我抽到了什麼傢俱 我先從四樣天使傢俱來說 首先就是Annie的圓藝推車 呃…不是我要吐槽Annie喔 這個東西是很好看的 但是我們這次比賽是要佈置室內 室內放圓藝推車其實好像沒那麼天使喔 再來是咕咚的木桶 木桶真的放室內室外都好用 很天使 再來是谷谷妹的龜貝玉 這沒話講喔 超天使的 最後是番茄的島式廚房 這到底哪裡天使了 光四樣天使傢俱放在一起就非常不安了 再來介紹我抽到的四樣惡魔傢俱 第一個是谷谷姐的簡單壁板 谷谷姐是天使吧 惡魔傢俱居居然選擇了簡單壁板 再來是宇樂的汽油桶跟輕的泡澡汽油桶 我想這兩位可能沒想到會是一個阿一控抽到這些東西吧 阿一家裡都能擺兩個汽油桶 這對我來說當然也是沒問題啦 最後是餅乾的花環 好喔看來大BOSS就是這個花環 把指定的八樣道具全部集中在一起就看得出來 最有問題的就是番茄的島式廚房跟餅乾的花環了 那我們就開始來動手佈置吧 因為卡一個番茄的島式廚房 我們勢必要做一個廚房的場地 我們先來解決廚房的部分吧 要有廚房的話我覺得感恩節壁紙非常適合 地板我則想選用比較有光澤一點的萬聖節地板 把島式廚房放上來 島式廚房之所以會叫島式廚房就是因為它不靠牆喔 這家具到底是哪裡天使了 真想教番茄本人來用看看 再來牆上我們來用個廚房掛鉤 有廚房就應該要有個小餐桌吧 一樣使用感恩節系列的家具 把感恩節桌椅放上來 桌上放個牛奶壺 豐饒之餃 切菜板感恩節砂鍋燉菜放在島式廚房上面 桌椅下面我們來鋪一張白色的地毯 再刮一張看起來好像會增加食慾的話 廚房跟飯廳的這塊就完成了 廚房除了料理跟用餐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存放食材的空間 剛好把喀蛋指定的木桶 雨樂指定的汽油桶 跟青指定的泡澡汽油桶全部放在一起 但這樣放一起好像會擋住往這邊的出入口 這時候就可以用上鼓鼓姐指定的簡單壁板 擋住半邊的出入口 這樣一口氣就解決了三個惡魔家具跟天使家具 再放個調味罐圓盤在木桶上 這一半邊就完成了 雖然抽到花環很困擾 但還好Ani指定的花車 跟鼓鼓妹指定的龜貝玉 都一樣算是植物類的吧 應該勉強可以做一個植物養殖的空間 把餅乾的花環放到這裡面 由Ani的花車把它擋起來 讓它只露出花的部分 鼓鼓妹的龜貝玉也放進來 再加上其他植物 剪藍 倒掉乾燥花 仙人掌組合 壁掛式盆栽 最後在他們下面墊個蕾絲地毯 再複製一個簡單壁板過來擋住門 這樣我8種家具就全部完成了 多了一堆綠色植物後 我順便把其他的感恩節家具也都換成綠色的 再來就可以自由地佈置剩下的空間啦 放個獎杯櫃 旁邊再用個黃椰子 獎杯櫃的上面再放更多獎杯 另外這邊放個書櫃 綠色的燈再用簡單壁板把門擋一邊起來 加上木板地毯 放上核式椅跟一本書 這裡就變成一個很棒的小空間了 全部都完成了 機會難得把大家都叫過來吧 最後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9個人的家具名單 我們從左邊這一排開始看 餅乾選的天使家具是狂歡節掛旗 我看餅乾的改導影片的確是很會使用狂歡節掛旗 也難怪他會選他來當天使家具 但我抽到的是餅乾的惡魔家具花環 但我算是很巧妙的運用到他了吧 這真的是非常惡魔的家具喔 再來娛樂的天使家具是新月椅 說真的我很慶幸我抽到的是娛樂的惡魔家具喔 對我來說汽油桶可能還比較好搭配一點 不知道有沒有人同時抽到新月椅又抽到番茄的島式廚房的 真想看看他們家長什麼樣子啊 哈哈哈 Anny的天使家具是我有抽到的園藝推車 雖然開頭我有吐槽了一下 但也還好有他才能化解餅乾的花環攻勢 惡魔家具選擇的是螞蟻農場 螞蟻農場跟蜂蓮蝦水族箱對我來說都是超難用的東西 我可以理解Anny為什麼做了這個選擇 那我的部分開頭有提過了就先跳過 再來是番茄的天使家具 島式廚房 我一點也不開心 可是跟他的惡魔家具人體模型比起來呢 我還是應該要暗自慶幸一下沒有抽到 番茄選的兩個家具都太逼人了 我們來換看右半邊 鼓鼓姐挑的兩個家具是木製書架簡單壁板 我雖然沒有抽到木製書架但我還是有用到 因為它就是這麼好用的東西 而簡單壁板在今天也幫了很大的忙 對我來說這兩個家具都超級天使的 而鼓鼓妹的天使家具是龜貝玉 真的太開心抽到這麼天使的東西 因為惡魔家具的轉盤太可怕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同時抽到餅乾的花環跟這個轉盤的 好想看好戲喔 咖旦的天使家具是木桶 我也很開心抽到這個 太好用了 惡魔家具則是充滿母愛的雕塑 這個放在室內的確也是很不好搭配 還好我沒有抽到 最後是青的天使家具 櫻花樹枝 跟姑姑妹一樣 盆栽系列的家具真的都很好用 她選擇的惡魔家具則是泡澡汽油桶 還好泡澡汽油桶對我來說也是沒構成威脅啦 不過青跟餅乾的改島都是走文青路線的 我很好奇他們遇到這些奇怪的家具會怎麼處理 這次的活動超好玩的 感謝餅乾辦了這個活動 才有機會可以和大家一起玩 待會我就要去看一下抽到我的透益桌的娛樂 Annie跟Googie姊妹會怎麼來使用它 我希望她們能把透益桌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或是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畫面 還是誰會拍照 只要你不要 只要你別熟了 旁邊是誰會拍照 旁邊是誰會拍照